关于保障房的问题还不止这一个 最近也有观众在我们邻居里的官方论坛上发帖说 搬进了保障房西侠区幸福城牡丹园之后 用水却得不到保障 要么停水 要么自来水发浑 根本不能使用 牡丹园作为南京的保障房项目共有13栋楼 今年10月底陆续完工 居民们开始入住 但直到今天 6栋 8栋 12栋还经常停水 经常停水 其实是道理 最近是停水 最近是初恋停水 昨天早上是7点多钟就停了 就停了下午 一到下午 那你们吃水的问题是怎么停的 我们吃了几天 大家没有办法到底下拎 然后两个桶到底下拎 拎水上来 据民说房屋交付验收以后就开始陆续断水 有的时候一断就是两三天 就算是有水的时候 水也十分浑浊 根本不敢饮用 他们只能到小区附近的一个工地里抬水 随后记者来到了幸福城小区的物业管理处 一位负责人说 牡丹园里确实存在停水的问题 居民意见很大 几次赌注物业大门讨要说法 他们无法解决 只能向社区街道和施工方汇报 这两天可能稍微好一点 前两天的确施工方面的话 应该说经常不加愣的在停水 但是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些公告 那么我告诉了一些意图 让他们在停水之间的话 把这个水做一些储备的这个水的这个工作 入住将近半个月 为何水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呢 记者联系到了该小区的建设方 南京安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位负责人说 停水的原因是自来水泵出了问题 因为用的是临时电路 电压不稳就会造成水泵无法工作 对此他们上周五已经开始协调处理 争取尽快把问题解决 江苏城市频道 阳台言 法生 ci府 好 梦 自来 七